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Rabby 我們這次呢又要來拍跟貓咪相關的囉 這次要開箱的就是我 買給虎泰的所有東西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因為前段時間是雙十一嘛 然後又剛好是振興券 差不多發行的時候 所以應該不少人 應該是買一些3C產品啊 或者是一些保養品啊 服裝啊鞋子啊等等 也要買大家應該是花了不少啦 那我自己個人呢 其實都把費用花在的就是 虎泰身上就是他 那我首先就是 這個五倍券搭到雙十一 最最最先買的呢 就是這個 他是河豚的小窩 他是河豚的小窩 他算是我在幫他買飼料的時候 想說 冬天了嘛 幫他買個小窩 結果是不是他那隻貓進去 只進去了半生 就再也不進去了 我哥就在裡面丟了衣服 他也不進去 好吧 就變成了一個河豚造型的 我 擺在我家 好 臭貓咪趕快用一下 這個的話就是已經 打開給他玩的了 那另一個呢就是我剛收到的 一大箱 都是跟貓咪有關的 喔 然後另外我這一箱買了 29999 就2999元 那如果是搭這個河豚的話 就花了 花了大概380 那個 說實在的 我還沒打開你 這樣子我 沒辦法開 一大箱都是 縫貓咪的東西 然後我也會稍微 說一下 個別的一個 價位可能是在哪一個地方 我還特別 做了一下 小超 其實會這麼大最最最主要是 來自於 應該算是這個貓窩吧 他的貓窩的話 要另外自己煮 就是幫你裝好一箱 放在 裡面啊 這個貓窩大概只有299 299 對 299 呵呵呵 就是一個299 OMG好像是偏中型的吧 喔 這個是虎太他前段時間 非常非常非常喜歡 吃的一個零食 他是這樣一個一個的小圓片 然後他有雞肉跟牛肉口味 然後他這個價格很佛心 他是三個一樁 他有三個小肉片 然後裝在一起 然後這樣一包 一小包是10塊錢 然後我一口氣又買了20包 蛤 再來是一個 這個是我很私心買給他的 小獅子 超可愛耶 我那時候在看到玩具的時候我受不了了 我就直接買下來了 他是一隻小獅子 然後這一隻的話是65塊 應該... 應該沒有讓划吧 然後他是用那種麻繩 麻繩 但是他摸起來不會刺手 因為有些麻繩會有點刺手 然後他的話是不會的 就很好讓他來磨爪跟... 咬著跑來跑去 我自己覺得 很可愛嘛 所以我就買了 肉泥的話 我是買這種單包裝的 然後... 因為我很喜歡這個 這個日本的牌子 喵喵 我大多都是買這個的牌子 不管是肉泥還是說他的主食包 我都是買這個牌子 那這個牌子的話 這樣的肉泥 一包裡面有四小條 有一些全家也有賣這個牌子的肉泥 然後這個肉泥的話 不貴 這樣一包的話是47塊 47塊的 一個大包裝 然後裡面有四小個 所以一個的話大概是12塊主用 一小包大概是12塊 然後這一次的話 然後我還一口氣擺了 解鴨餅乾 因為... 我很擔心 普泰他的牙齒狀況 然後前段時間 普泰... 我哥有買一個刷牙的給他 然後是牛肉口味的 偏偏我家的貓 是不吃牛肉口味的 他是不管牛肉 或者是... 呃... 其餘牛肉膏類型的 他都不吃 但是那個小圓片的牛肉 他反而會吃 我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我在挑解鴨餅乾的時候 也有稍微注意一下 都是挑偏海鮮或雞肉口味給他 希望可以順道保固一下他的牙齒 然後反正... 我家的貓也還蠻貪吃的 所以就買了四包的一個解鴨餅乾 解鴨餅乾的話 一包是44塊 所以我一口氣就買了四個不一樣的口味 當作餐跟餐中間的一個小點心給他吃 然後這一條比較特別 他是德國的牌子 然後他是化毛膏 然後這個除了是化毛膏之外 他是有膏蓋營養在裡面的 就是除了讓他可以化毛之外 也可以補足一些營養品 然後而且他這個是用毛專用的 這一次也是直接買 那這一條的話就比較貴一點 這一條是單一條就220了 就這樣一條 看一下打開長什麼 打開... 喔打開其實... 喔打開有點像是牙膏的形狀 嗯...應該是跟... 就是這類型的 肉泥糕的用法一樣 就是直接轉開來 然後擠出來給貓咪吃就好了 所以這一次特別補足了一下就是 膏蓋的化毛營養膏 然後還有就是肉泥糕 因為我們家貓咪沒吃過這類型的 因為如果是拿這類型是塑膠包裝的 肉泥給我們家貓吃的話 哇他會啃爆 就是一整條上面全部都是豆 因為他還不知道怎麼舔肉泥 所以我還... 這個我都會擠出來給他吃 那這個的話就可以直接拿在手上給他吃 就比較方便 有時候他如果... 蠻可愛的時候 賣萌的時候 就可以拿... 肉泥糕給他吃 感覺還不錯 那另外還有一個 我自己... 蠻喜歡買給我家貓吃的一個叫做 Sea的罐罐 Sea的這個罐罐的話 他有出一個是指貓梨乳 就是專門給幼貓的 然後這一款的話是鮪魚加蟹肉的口味 這個的話也不貴 這個的話一罐也是22塊 說實在其實是比蜜藥蜜藥的那個主食軟包還要再便宜一點 那這個的話我自己個人覺得他也蠻...蠻香蠻不錯 然後又加上他是有專門餵幼貓 就是離開媽媽沒辦法再喝母奶了嘛 所以有加一點營養成分在裡面 所以我自己... 呃...蠻喜歡買這罐給他吃 然後... 我們家母泥也蠻喜歡的 呃...還有買排毛粉 我這一次其實蠻...蠻多就是排毛相關的 不管是畫毛膏還是排毛粉 這類型的給他吃 是因為我覺得他越長越大的 然後在排毛這方面來說的話 可能會...呃...有需要 而且又加上這一款的話 其實算是適合六個月以上的 然後我們家小毛蜜蜜 呃...這個月就會滿六個月的 所以這個我還可以再小等待一段時間的 他六個月過後之後就可以 可以稍微放在罐罐裡面或者主食裡面 讓他一起吃這排毛粉 接下來我就直接給他吃我今天 剛買的 其中一個的話就是他的夾餅乾 這是開鮭魚口味的 然後順道把兩條 雞肉片跟牛肉片直接剪碎給他吃 這就是剛買的夾餅乾 還有他的牛肉片雞肉片 就是有脆的 然後又有偏肉乾的 就是弄了一些給我們家小貓咪 看一下他要不要吃 好啦不要再叫了啦 這裡 這裡這裡這裡 這裡 因為他也是第一次吃解壓餅乾 所以也不知道他接受度好不好 好那接下來要發生下三個 是跟使用相關的啦 一個就是煮起來他會變成那個抓貓的 中間一根然後上面是可以踏可以跳的 然後還有一隻小老鼠 小老鼠在裡面等一下可以給他追 然後我會順便把他煮起來 然後還買了一個床給他 還鋪了一個碗 他這個是長這個樣子欸 應該是不難吧 啊有長短 有長短就很OK了吧 欸完蛋這樣子我的圖案是在下面 我要重來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為什麼 欸這個比較長嗎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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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 我家的貓用一種我是笨蛋的眼睛在看我 不要這樣子喔媽咪會難過喔 怎麼這麼難 先不然這個等一下吧 哈哈哈哈 現在組這個來拯救一下自己的智商好了 上去嘛這個是蠻好難的對不對 喔他有送兩個玩具欸 唉唷唉唷有吸引到我們家貓咪喔 啊這個怎麼有點小 欸我們 我家的貓是不是事實上 上不帶去啊 所以應該是這樣嘛 來我就不信我一個一個來 我一個一個來你也能出狀況 我一個一個來 好了終於 欸 欸怎麼走呢 好像有點不太注意 喔有了有 我把它剖一下 喬一下喬一下 喬一下整個都會天風地立了 那這位先生 先生 請問你對這個指向還滿意嗎 還要OK齁 這個賞臉喔 阿拜啊你還要不要上來這個床 你直接上來了 你又下來了 我買了一個北極熊很可愛欸 欸欸 喂 喂 小孫咪 看來這才是你的龜屬 請你不要這樣子 這個我會留給你 但是你也玩一下其他的好嗎 要來組最後一個它的小貓窩了 看了我前面這麼會拼東西的情況 唉 這個不用擔心了 沒有說明書的部分啊 欸 這裡有可以黏的 好 我們先得著這邊 這個應該是門喔 這個應該是 這是 喔對 看起來是門 向下方圓口可 下方圓口可拆可不拆 代表是可拆或可不拆 好 螢幕了來 喔 它怎麼應該是 啊 書名書在這裡啦 喔 它有兩 喔 它是兩層啊 為什麼 腦袋很沒在靈光喔 我們兩邊 我們先拿出外圈 喔 它有外圈跟內圈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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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點又被你倒 倒爆了 等一下啦 唉 唉 又要朝著 哈哈哈哈 這個洞不是你進來的地方啊 欸 頭趕快出去 好 可以了 兩洞 終於 它的小貓窩被我租好了 喔 我怎麼記得我當初看到的是三角形的 啊 怎麼來了變成了 好 以上的話就是 這一次我趁著雙十儀 跟有五倍券的時候 買的 跟貓咪相關的 好 希望這些的話可以 陪伴虎太 稍微度過這個冬天 然後再吃上面也不用擔心 然後以上就是 我這一次替虎太所買的 那總統的話大概是花了三千八百塊左右啦 但是我覺得為了一隻貓咪好 你 你愛他 你照顧他 付著他 這一輩子就是很重要的 使命了 所以不管錢 花了多花了少 只要是為了他好 全部都是OK的 好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那不要忘記訂閱 然後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肉接收了 每一則新的影片喔 那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 你長大了 對對對 學著用舔的 不要咬 不要咬 長大了 不要咬 不要 咬 咬叫叫叫 好了好了好了 舔乾淨 哎好好好 好好好 那你第一次嘗試 哦齁齁齁第一次總是比較難 好了好了 哎唷哎唷 我這邊 是什麼野獸 我的天啊 真的被他咬爆了 記得到圖奇搜尋 RABY7721 RedB獵車場 也歡迎大家追隨和訂閱 订阅者可以进入LINE群组一起玩哟